咦 这么多的老师基金会神拿着一块块的木板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答案就是蝙蝠屋 嘉义领馆处举办当 幸福来临国际蝙蝠年语环境多样性探索系列活动 活动特地邀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许昭龙现场指导DIY制作蝙蝠屋 让参与教师亲手提供蝙蝠更多棋息地 蝙蝠其实是在传花授焚上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他们其实默默的贵围们贡献了很多 那蝙蝠除了可以让他们住之外 然后也可以让透过一些简单的观察 让其实让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学校可以做一些自然的教学 如果可以有更多的民众了解 我们嘉义地区的蝙蝠是多么的一个丰富 能够在长期的在观察 然后爱护来发展这种保育的观念 这次的活动教导国小教师手作DIY蝙蝠屋 希望将蝙蝠保育概念透过教育传达给国小学童 小孩子其实一般如果十个里面大概应该有六七个会怕蝙蝠 所以如果把它正面的那一面带回去教育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以后会从另外一面去观察动物 活动除了教师场挖还有31号的亲子场 邀请嘉义士亲子一同体验蝙蝠剪指艺术 把那个没有生命的会主来利用 变成生动的团蝙蝠 飞行 飞虫 蝴蝶什么都可以 变成很生动 让人家感动 参加这个活动可以增加亲子的互动 我也是让他了解一些蝙蝠它的生态 当幸福来临系列活动透过让民众体验手作DIY 进而逐渐关心蝙蝠保育的重要性 中正义报记者告一清 武汉鱼嘉义报道